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本期东边西边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东边西边 我是麦子 那么今天我们三个男人 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感情这个事 那么说到感情两个字 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荷尔蒙的这种刺激感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刺激来得快 退得也快 怎么维持 好好维持一段的感情呢 这个让很多人头疼 也有一个说法是说我们人体 七年就会换掉所有的细胞 好像对 原来的那套都没了 那原来我们对谁有感情 是不是 感情也没了 对 所以这个七年之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离婚吧 嗯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 离婚是吧 离婚给我说个理由 好 你在家里面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 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 我最烦紫色 知道吗 我最讨厌看点紫颜色 刷牙的杯子得放在割架的第二层 连个叶都不能差 牙膏必须得从下往上挤 那我从当中挤怎么了 我愿意从当中挤怎么了 每星期四次永远是炸酱面 电视剧 电视剧 炸酱面 还有 你吃面条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做到那个面条一直打转转 这就是理由吗 好黑暗的故事 但也有点搞笑吧 你们怎么有什么感想 刚才那段视频的话 那段视频显然我们男主人公 他对婚姻的理解 和对婚姻的定义 它是模糊的 婚姻是一种责任 婚姻起码是一个 它是你对孩子要负责任的 不是你有兴趣 我就可以持续 我厌倦了 我就离婚 所以这是男主人公的他的问题 我感觉没有经脑尖 只是冲动了 电视剧的这段我要是批判的 如果讲七年之痒的话 七年之痒是很老的一句话 他主要讲的是人的肉体的新鲜感的淡沫和审美疲劳 你认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吗 这个肉体的新鲜感应该是 它这个疲劳是存在的 OK 肯定是存在 你每天吃一碗牛肉面 每天吃一碗牛肉面 那有一天你就想吃一碗包裹茶子 这是肯定的 OK 所以这个情节设计的不好 然后他这个男主角 他的这个反应也是不对的 80后的编剧 OK 可以 那您觉得呢 如果你是这个男主角 你也会这样吗 还是 韩孝能当这个男主角吗 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 我的理解是跟周老师理解的 又有一点那个不一样 我理解的是这个夫妻之间 其实夫妻不管是结婚多长时间 多久 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有一定性的新鲜感 无论是怎么样 在生活上面需要创造出自己的新鲜 因为呢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 他的想法就是 在这个女 就是在女主人 还没做任何一切的时候 他已经算到他要做什么了 这就叫不新鲜了 就是说他已经知道 你就是每一天 就是你这个常年就是这样 七年来你就是这样 就做这一件事 他好像是觉得都是女人的错 对 所以说他就感觉不新鲜 是不是也在重复 他不新鲜了 所以他就感觉到 哎呀 没有一点新鲜感 然后就 就感觉到你看 你 其实你看他说了一句话 就吃面 面条转 他都知道 对 你想一下他观察的 就是说这七年的这种感情 所以说你七年这样 就是说他已经厌烦他这样了 离婚吧 我觉得说不定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每次看到这个面条这样吃 都觉得好可爱 新鲜 对啊 好棒的了 就是只有我老婆才有这个特点了 但是看了七年以后就好像不觉得了 这个我要也提出反对意见 OK 你有没有想过 生命就是在这种枯燥和无虚和这个无味当中慢慢成长的 而且这个女人付出多少 如果我们对这个女人厌倦了 甚至我们对她有看法有成见 我们讨厌她了 我们可以从贬的角度来说 你没有新鲜感 但是我们如果爱这个女人 理解这个女人 你理解人的一生 立体的爱一个女人 你再看她的时候 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我一再讲 我跟男人有一个建议 我当你们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立体的爱一个女人 如果你单一的把她认为 她是我的一个性的一个伙伴 我要新鲜感 或者她是一个梦中情人 我对她有追求 那这是一种 那有没有想过 你爱的这个女人 她是爸爸的女儿 她是另外一个家庭的掌上明珠 对不对 你还要想 她是不是你经过孩子的妈妈 她为了孩子为了家 可以不顾一切的挺身而出 另外讲到七年之痒 我做婚恋咨询这么多年 我发现最后是家里边分开分手 最严重的是14年之痒 这个14年之痒有两个内容 就是一个是价值观的对立 就是我跟你生活的时间长了 我终于发现 过去你不敢说的 你说了 我不知道你的恶 我也发现了 第二个就是你对它形成看法了 就你们过去有些矛盾 有些伤害 它慢慢积累 比如你第一次伤我一次 我是可以原谅的 而且可以慢慢的淡化的 但紧接着有第二次 又有了第三次 生活当中的细微末节 对人的伤害 就跟细微末节对人的感动一样 它是积累的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我就对你看不惯 你像刚才那个丈夫 对大太太讲的问题 看不惯 看不惯以后 就形成沉溅以后 也会是导致 所以最终导致两个人 根本分歧的和离开的 不是肉体上的弹幕 是价值观的冲突 和产生的偏见 那这个看不惯是长期积累的 结果也不可能一天就换回来了 对 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对呀 其实我认为就是 刚才周老师说的是 非常深入人心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认为她是女老婆 其实她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是爸爸的女儿 OK 其实很多夫妻之间说 七年之养 我认为根本都不存在这些问题 何来七年之养 都是夫妻自己 给自己找一些借口而已 刚才讲到离婚 七年之养找借口这个问题 如果讲到离婚的话 你去可以做一个咨询调查 离婚的理由有千千万 各种理由都可以提出离婚 也都可以导致离婚 OK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很多男人 他跟这个女人离婚 不是因为七年之养 其实很多男人的心态是什么 是希望家庭稳定 后方稳定 外边还有一个小三小四 这是很多男人的本性 男人 好像应该有做承诺 男人是不愿意离婚的 你去调查一下 男人真的是不愿意离婚的 男人是越离越害怕 女人是越离越胆大 这不一样的 他有代价的 对 特别是男人离第一次婚的时候 都信誓旦旦的 什么财产房子都给老婆留下 其实他不是给老婆留下来 他是给儿子留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男人很伟大 实际上他留给的是孩子 接着第二次离婚 你看男人就胆小了 他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实话实讲 这是社会 现实社会里面是有的 男的离婚越离越怕 我身边的确有这么一个 真的有 能不能介绍一个 这是太事实了 他有多怕 离婚之后 他是净身出户 男的净身出户 为什么呢 他把这个房子留给他的前妻 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孩子 他又找了一个 OK 又离了 没离 这个他找了这个老婆才是亮点 为什么叫亮点呢 他找了这个老婆比他小大概20岁 那不风险更大吗 是的 是的 最后能怎么样呢 就是现在还在过着 现在才是感情是不好的 但是有一点 他这个这个女的 就是我们朋友平常在一起吃饭 他从来不说他老公一句好话 从来都是损他 所以他老公有时候 这个这个很 的确这个 大了差不多20岁的一个男人 他的确 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忍受 怎么说呢 就是成熟的 成熟的一番只能这样表现了 只能是这样接受 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所有老男人 不要找小女人 这是必须的 但是所有老男人都喜欢小女人 表现上是好事 好吧 这就是社会没办法了 所以你这个 我们学了一个道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第二个这个家庭 他去有孩子有责任了 所以坚持也是对的 激大风云 影响世界 360度全媒体 尽在香港卫视 很多人将七年之痒 与出轨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因为出轨了 才会有七年之痒 从而结束了一段婚姻 那么出轨和离婚 究竟有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 那么导致大多数人 离婚的人的根本原因 又是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对婚姻忠诚 请继续收看 现在真正为七年之痒 离婚的数量并不多 而因为七年之痒 出轨的是很多 但是出轨和离婚无关 出轨还能救场 出轨跟离婚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讲 百分之百的男人都可能出轨 如果你没有出轨 那就是两个可能 一个是没有被发现 一个是走在出轨的路上 只有这两种可能 所以出轨是不是就跟离婚有关系 很多人把出轨和离婚化等号 不化等号 我们可以看看 过去皇帝三公六妾 有什么事 过去地独老财 娶五个老婆 前院后院点灯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出轨和离婚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出轨和离婚跟价值观有关系 你比如说一个女人 我从小受的教育 就男人肯定要出轨 男人出轨以后她不会离婚 如果你从小受的教育 爱情很伟大 爱情就要单一 出轨就是可耻的 出轨就要离婚 你妈跟你这样交 完蛋了 你的婚姻岌岌可畏 那女的不能出轨吗 女的同样会出轨 但是按东方的价值观 因为东方的价值观 它有雄性占有欲 还有一个我们动物界 你也看动物它有一个雄性的主动权 如果你看看非洲大草原 都是一个雄狮子 站着一群母狮子 你看不到一个母狮子 站着一群公狮子 它有个本能 女性同样可以出轨 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可能要大 这样子 你要是女强人 你要像武则天 那我出轨才能什么 我养几个男人也可以 关键你得照得住 听起来好像是跟钱跟权是有关的 当然有关系了 你怎么看的这种七年之养出轨的这种必要性 有的时候怎么看 刚才我们周老师也在讲 其实夫妻之间离婚 它有很多的因素 不是说单方面的 跟七年之养没有必然关系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兄弟 以前我跟他相处得很好 但是我不了解他的历史 但是有一天我们喝酒喝多了 互相都底的 我就把底都出来了 我的当时大吃一惊 离了五四婚 你刚才说那就专业户了 我以为他兜了底说 他跟你老婆怎么走一样 我想是什么 第一你如果说离一次 这个是可以原谅 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刚第一次结婚 你可能对感情这一块认识不够高 找错了 不够多 找错人了 但是你最后懂得感情了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一次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第二次 就可能说已经你本人就有错了 不可能第一次失败 你还失败第二次 那叫第三次 你就证明 就可能已经走向渣男的路线了 你就是习惯性的离婚 好怕五次 从那天吃完 我就再也没跟这个朋友联系过 我也没跟这个人玩过 我们从两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 你那个朋友离五次婚 离N次婚就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不适合结婚 再一个婚姻 本身就是对人性 他就有扼杀 你受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我们对于青年吃养的理解 很多人都说出轨 什么青年吃养离婚了 但是我在做的咨询当中 我发现离婚最根本的问题是 你无法承受对方的恶 婚姻和爱情不一样 爱情就一般是问你还爱不爱他 一对年轻人吵架了以后 咨询是会 第一句就问 你们还爱不爱吗 如果还爱 我们应该怎么样 对吗 如果是结婚的话 你要闹离婚 接到大妈一般都会这样问 你还能不能过 还能过咱们就谈了 因为婚姻谈的不是爱 婚姻谈的就是你能不能过下去 爱情的关系就是 只要对方爱的东西存在 我就有希望 婚姻的关系这样 只要你身上最大的恶 我能承受 这个婚姻就存续下去了 说恶也不是说出轨一次 它是长期的性格不好 算天刚刚看了 昨天我刚看了一个新闻 一个小否则 赤背喝醉酒 打自己老婆 最后旁边的人报警 警察来了 小伙子直接反问了警察一句 我打我老婆犯法吗 当然犯法 他用错了 老婆不是你私有物 所以警察的回答就是这一句 当然 你肯定犯法 必须的 他把他带走的时候 他如果打我老婆犯什么法 然后就是说 还威胁警察 这个都不了解 那结什么 喝醉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要是离婚了 难道你说 与七年治养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教育的问题 素质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说回外痴这个事情 这个不忠诚事情了 我们三位都是男人 我们诚恳一点说 有没有不忠诚过 不忠诚的定义是什么 你一定要搞清楚 不忠诚 一般来讲 我们讲不忠诚的概念 我们从理论来指讲 就是违反契约 对吧 那你就写得松一点就没事 别说 我说我爱你一万年 最后我按到9999天 没有到最后一天 那我就违约了 就属于不忠诚 对吗 如果我跟你说 我只和你上床 我绝不会和另外一个女人 怎么怎么样 那你投情了 那就属于不忠诚 对不对 还有一种不忠诚在哪里 我没说 但我心里边老想着别人 你搂着这个女人 天天想着另外一个女人 你说你算不算不忠诚 但企业当中没有 但是 所以如果按你讲的不忠诚的话 我可以讲 人人都有不忠诚 因为人性都本恶 人性经不出口言 对 我觉得他挺拽的 就是第二个不忠诚 你刚刚说的 就是只跟借一个女人上床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女人心中的一个默认的条例 不说也是这样子的 你是我的 我有潜力 所以你没有说什么额外的 我的所有钱和使用钱 都给我 对 所以我觉得男人应该都会触犯这个了 你刚刚说男人要么已经出过轨 要么在出轨 走在出轨的路上 对 我们是属于吗 你属于 我属于 我有 但是这个属于过去的了 过去的了 对 我们还是可以诚恳一点 对呀 所以就说 既然我们都是有这个坏的一面了 我们都是可能会 不 我不能说坏的一面 可能会伤害别人 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和本性 我们不能说到坏的一面 OK 不一定是坏的 两面都有中重的一面 也有 对 都有性和特性 男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你注意 不是男人 女人同样后来者居伤 女人同样有这样的本性 没有错的 只是女人的生理结构和她的各方面情况受限制 相对比较被动 如果女人是主动型的 你看看照样出 对 对不对 一样出 好 出得更精彩 是 出得比较彻底 可能是 对 但是女人出轨和男人有个区别 咱们这样讲 男人出轨大部分是为了性 她对家庭不会有什么冲击 没错 甚至男人出轨以后 对太太还有点欠情 外边给一千 回来给五千 这种可能还存在 但是女人出轨有区别 女人往往她跟那个情有一定的关系 女人这个红性出强 一旦出强以后 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少 一旦是被揭破了以后 女人没有脸面以后 她就决心走了 她的危险性更大 所以男性和女性在性别上有区别 她的行为上和结果也有区别 都说人的感情是最难控制的 婚姻亦是如此 有的人能轻松应对 夫妻和谐 情色和民 有的人却每日争吵不休 疲于应对 最终落得一拍两散的下场 如今也有许多不同的婚姻相处方式 不再局限于一种男主外 女主内的方式 他们也能将婚姻维护得很好 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令人羡慕的 舒适的婚姻中学习到什么 究竟如何才能维持一段 令人舒适的婚姻 来听听嘉宾怎么说 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 女人会问 还爱我吗 或者是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 这种就是好像让人觉得 女的心里美丽 可是男的不一定会提出这种问题了 感觉好像没有男人味 对不对 男的应该做一点什么 来确认感情 让对方相信感情是真的 你说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讲的是女人的安全感 刚才麦子谈的这个 对 我们就说安全感 还有一个讲的就是 男人怎么做 才能够使女人有安全感 他随着年龄的增加 随着他的容颜消退 他的那个恐惧感也会提高 这个是变化的 对 并不说你当时许个愿 你说这个男人说 我说我爱你 我爱你 这女人就有安全感了 好 过一段女人说 爱还不行 你还有心动 你看人家隔壁老张 怎么怎么样 他会比较的 所以女人这个 这个安全感 它是不断地变的 有时候有点作 这是有点问题 OK 另外男人应该怎么做呢 男人有没有安全感 不在于他的语言上的承诺 如果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 应该看看这个男人的教育背景 和这个人的男人的信仰 以及他的原生家庭 如果这个男人的原生家庭 爸爸是非常有责任的一个父亲 而且他以家庭的信仰为第一 他更很爱他的母亲 这样的原生家庭的孩子 出来的男孩相对比较可靠 第二就看这个男孩受的教育背景了 如果这个男孩就认为 我妈教我 我爸教我 也无所谓 婚姻就是那么回事 可以接也可以离 那就有危险 如果爸妈妈对他有教育 因为婚姻是一种信仰 就告诉你 婚姻要谨慎 轻易不要有承诺 承诺就要做到 婚姻就要坚守 他从小受这样的教育 你这个男人也相信这一点 那可靠性就高 所以我们建议女孩 不要听男人说什么 你要看看这个男人会怎么做 这是很重要 所以两个方面 OK 但是我听到的就是男人是来自什么家庭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你的影响 OK 但是应该有一些表现吧 男人应该就是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女人知道 工资卡 这样子 我就拿我自己来讲 我跟我老婆结婚有二十多年 OK 二十多年 不容易 以前的老朋友 有十五年 二十年不见面的 OK 没见过面的 就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的 然后有的时候打电 突然间找到我的电话 有时候会打电话 喂 哥哥 那个嫂子 还是那个嫂子吗 真的 他真的都会这样问 但是我觉得 敢这样问的应该是因为知道答案的吧 他未必知道 他很久 您都很久没见 就是马上麦子讲的 就是要怎么样来维持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 对 我认为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OK 那就是什么 给妻子多做点事 多做点什么呢 打一个比喻 就是我吧 我每次如果我回到家 我是从来不让我老婆做饭 对 我做饭 OK 我想吃什么 挺好 你坐在那看电视 我来 我来 然后他过不去 他过不去怎么办呢 我来洗菜 对 OK 他洗菜 我做菜 然后把饭端上桌 是不是两口 过来今天辛苦 辛苦 喝点小酒 给他分享一下 你在外面的工作 我今天见到谁的朋友 谈了生意 然后今天谈了我的灵感 第一个做饭 第二个分享 分享 要分享在外面的所有的工作 你要让你老婆知道 跟他有关系 对 你在外面 你在外面一直在谈事 其实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就是创业的时候 比如来说出去谈生意 就是顾家时间少 太少 但是他为了要做成这一笔生意 他可能要给客户去奔命的去喝酒 然后吃饭 请客 吃饭 这都是我见的太多了 所以这是失衡的问题 那么男主外女主内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传统的 一个婚姻的一个分工的方式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 不一定是这样分的 有的是双方都在外面赚钱 有的是不同的一个分配了 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的 家庭的一个运行的模式 现在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是 两口子都要上班 因为他们都要供房 特别在北上广市场 是 没错 压力很大 单一的劳动 支撑这个家是有缺陷的 对 你要买房子 你要房贷 必须是都要去做 全这里边比较辛苦的是女人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意识当中 女人你就应该顾家 所以上班过来的女人 还要擦桌子 还要做饭 她就多干了一份 所以说双方都在外赚钱的情况下 还是女人在那里 男人会这样认为 男人认为老婆就是已经干这个事的 不应该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有这个意识 对 现实情况应该是 刚才像韩笑讲这个问题 对 丈夫回来也应该搭把手 是 但是我们有些男人 所谓那种劣质的大男人 就认为你妻子回来就应该擦桌子扫地 其实女人在外边不少干工作 也比男人辛苦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但不论是男主类和女主外 这个男女关系 关键还是你们俩的沟通很重要 如果你们俩的沟通是畅通的 彼此能理解的 我相信人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但如果你们沟通有障碍 不论是什么 不论是什么形式 都会有别扭 你像现在生活在都市的这些夫妻 有的女家庭主妇 请人来打扫房间 但是她本人 她可能就说去打麻将 甚至说这些人可能打到深夜 老公工作回来 她还没有回来 这个糟糕 所以说也不能都怪男人 这个有些家庭 也有女的是这么坏的 不能全怪男人 这连孩子不接 孩子在学校不去接 打电话让别人带着接 这些太多了 这样的人 太渴慎 多 刚才讲到男主外和女主内的问题 我们是这样看的 通常我们提倡是男主外 我们为什么提倡男主外 是因为在外边工作打拼比较辛苦 这个事情最好丈夫去干 爱惜一点自己的太太 是不是 但是有些家庭的情况 确实太太比较强 她确实能主外 她也不想一天在家里 是吧 她是有这种欲望 有些女人就是比较强 她天生就比较强 她甚至赚的钱比你男人多得多 这个不重要 女人一强以后 女人小瞧男人 你不能因为工资的收入高低 去歧视她 所以这是我们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这个对 我觉得不少的观众 也是个好消息 放开这个思想了 你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完美的对象 如果我老婆收入不要说比我多 只要她能我们家能过日子 她说你在家里做饭 我就爱做饭 是吧 我可以当奶爸 我喜欢当奶爸 问题是他瞧不起我 他就认为你应该出去工作 你就应该收入高 那好 那我就走上这条路 赵老爷 这个承认好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 是不是都过去那边吃 你做的饭 我也可以 我也愿意了 对啊 挺好 所以我们就放开我们的思维 多那个 多介绍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 也好 对吧 这个社会结构啊 这些事情的慢慢的变化 不是坏事 好的 我们很感谢两位 也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聊吧 拜拜 好